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 欢迎来到了读经以默想的时光 今天我们的经文来到了 《弥赛亚受苦仆人诗歌》的第三首 这首诗歌就记录在 以赛亚书的第五十章第四节到第九节 在众多的这个的仆人之歌 《弥赛亚仆人之歌》里面 这第三首诗歌里面是第一次 让我们看到了受苦仆人的面貌 这个受苦仆人的面貌 记录在了第七节,第六节,第七节 他说什么呢? 人打我的背,我认他打 人拔我两颊的扶须,我由他拔 人侮辱我,向我吐唾沫,我并不颜面 这短短的三节经文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并且能够勾起我们对这个十字架 当耶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 他是如何的被鞭打到片体,淋血 他甚至被冰滴吐唾沫,称他为王 他甚至被人打赏耳光 等等的侮辱 但是我们也知道 诗歌里面甚至也提到说 当他面对这些的时候 他一句话也不说 在这个受苦仆人的这个处境里面 让我们看一看经文的前面第四节 第五节,有我们看到什么? 在第四节跟第五节里面提到这个受苦的仆人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仆人呢? 他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 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住疲乏的人 主每天早晨唤醒 唤醒我的耳朵 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个第四节里面 这个受苦的仆人 这个耶稣 他所提到的有两个很重要的器官 一个是舌头 一个是耳朵 在提到舌头的时候 这个受教者 这个从耶和华那里领受言语的 这个受苦的仆人 他所带来的言语 却是能够安慰 能够扶住疲乏的人 上帝的话 如果这个话是来自上帝 这个话是 上帝的道 是耶稣的本身的话 他能够叫一个人 他心灵深处 优如在一个荒漠里面 得到了甘甜的泉源 叫一个在地骨里面的人 重新得利 因为 在天国八福里面提到 哀动的人有福了 他们要受安慰 贫穷者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见上帝的火 耶稣靠近上心的人 他也会将上帝 优惑的话 赐给疲乏的人 叫他们重新得利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这个耳朵 这个受苦仆人的耳朵 是一个怎样的耳朵呢 这里提到了几个词 就是唤醒我的耳朵 接下来 在第五节 提到说 主耶和华开启我的耳朵 我并未违背 也未退后 第五节跟第六节 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 第五节是提到 主耶和华开启 这个受苦仆人的耳朵 在第四节提到 每天主耶和华 唤醒这个耳朵 为什么 因为这个耳朵 要聆听对的方向 要聆听对的声音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 这个主人 这个受苦的仆人 这个人本身 将要面对一个 极大的挑战 极大的试探 因为前面的道路 是面对死亡的道路 前面的道路 不是亲神的道路 前面的道路 如果愿意的话 都没有一个人 愿意走这条道路 前面的道路 就是在第六节 这个耶稣 这个弥赛亚 所经历的苦难 十字架 这条道路的苦难 在经历 能够战胜这个苦难之前 这个受教者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耶稣 在一开始 他的事工之前 他也是经历了 四十天进食之后 没有吃喝的情况之下 经历了这个魔鬼 撒旦的这个试探 在纳撒旦 耶稣的耳朵 是上帝所开启的 他的耳朵 不是发尘 不是沉睡的耳朵 他每天的耳朵 是被唤醒的耳朵 他不能够去选择 像撒旦一样 叫石头变成食物 他不能够为了证明 自己是上帝所爱的 从高处跳下来 他也没有选择 跪拜这个撒旦 而得着一切的荣华富贵 耶稣的耳朵 一直以来 都是聆听谁的呢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提到 耶稣说 当他在教导 他的门徒的时候 他说了 也是用了听跟言语 他说 他从天父那里听到的 而这些话 他讲出来的话 是从天父那里给他的 然后他传讲出来 来教导他的门徒 耶稣也清楚的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 他说什么 我来 我降下来 原是要遵行 那猜我的意思 而不是按照人的意思 所以耶稣的耳朵 都是在听上帝给予的方向 即使那个方向是不容易的 就是因为前面的道路不容易 人容易妥协 人的软弱里面 我们会选择更清神的道路 因此我们更需要开启我们的耳朵 聆听上帝的方向 因为耶稣甚至在辞字架 在他预言 他将要受苦的时候 他跟彼得跟门徒他们说 他将要被长老祭司抓拿 然后他将要很多的受苦被 并且将面对死亡 甚至在第三天复活的时候 彼得就是按照人的意思 就说 主啊 万万不可 耶稣在那上那说 撒旦你退到我后面去 耶稣有聆听 彼得的这个方面 走清神的道路吗 耶稣没有 耶稣说 撒旦退到我后面去 因为这句话不是出于上帝的心意 而是出于人的意思 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当他被盯的时候 并盯说 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吗 为什么你说你救别人 而不能够救自己呢 耶稣有回应的时候 是提到什么呢 难道我不能够求我的天赋 叫十二 比十二个赢还多的天使来救我吗 耶稣不是不能 我们最大最大的挑战是 当我们在能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但是我们却放下权力 我们不要去做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难道他不能够叫这些兵丁跌倒吗 不能够叫天使来救他吗 他写了那么大大的神迹 当他再被羞辱自己的身份 兵丁说 你是上帝的儿子吗 如果上帝愿意的话 应该来救他自己的儿子 但是这个是人的意思 如果是我的话 我多么想证明 我证明给你看 我不是骗子 我真的是上帝的儿子 当你能的时候 但是你要选择 你不要去动用这个权力 当你能的时候 你为了要遵行上帝的心意 你要经历羞辱 那个才是最难的决定 耶稣就是在这种的状态里面 做了最后最终 最完美的顺服 而扭转了在伊甸园里面 亚当跟笑话 他们的耳朵是听谁的声音 就是扭转并战胜了在伊甸园里面的错误 耶稣的顺服 就是让他的耳朵能够按照上帝所给他的使命 给他的呼召 他走向死亡 第三天复活 战胜这个死亡的毒钩 耶稣的耳朵 不是沉睡的耳朵 是被唤醒跟开启的耳朵 而这个耳朵 是叫耶稣在第六节的时候 他说什么 称我唯一的与我相近 第七节的时候 他说什么 耶稣他能够接受人所带给来 带给他的所有的羞辱 是因为他的耳朵 他的言语 他知道上帝所给他的使命 跟他的方向 人所给予的羞辱 不是真的羞辱 他在第七节的时候 他知道到最后 他走完这个十字架的道路 荣耀的时刻 是在十字架的死亡之后 第三天复活 在那时候 他忍受到底的羞辱 他被这世间的羞辱 忍受到底 最后他知道 他信心满满的知道 我必不爆亏 我必不知蒙羞 接下来的人 都要仰望 这个被举起来的人 耶稣的耳朵 耶稣的舌头 是来自上帝那里 就连耶稣本身 他成为人的样式 他成为人的模样的时候 他变成人的 这个成为人的模范的时候 他都一样的 他遵行父的旨意 他听从父的命令 他的言语 也是父那里所给的 他正是一个真正的受教者 所以在第九节看 主耶和华必帮助我 谁能定 我有罪呢 耶稣本身 是战胜了罪的死亡的权柄 还有谁能够定他的罪呢 他是拥有那个 神判的这个的权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的耳朵 耶稣的舌头 是一个受教者的耳朵跟舌头 因为他的耳朵 只听上帝所给的使命 即使前面的道路 再难走 即使前面的道路 可能会叫我们 身败名裂 甚至叫我们 丢弃很多很多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但是我们要做 对的决定 我们要做 对的选择 是基于 因为上帝所给予我们的事 一条生命的道路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 让我们今天能够 从这个受苦 仆人之诗歌里面 让我们重新的去 被提醒 我们的耳朵要开启 我们的耳朵要被你唤醒 当前面的道路 很难走的时候 我们要选择 聆听你的声音 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 做我们的大牧者 然后我们能够 以耶稣成为我们的榜样 封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